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常识性的 用这里不是使用某个人 而是聘用某个人 试用期其实就是指在你正式成为这家公司的员工之前 那么公司会给你一段时间的考验期 试用期 来观察一下你适不适合做这份工作 你是否具备了这个职位所需要的各种能力 通常在试用期结束后 经理会和员工进行一次面谈 面谈其实就是指面对面的谈话 通常在这样的面谈中 经理会问 你来公司三个月了 可不可以说一说你对这份工作的感受 这里的感受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感受其实指的是 你喜不喜欢这份工作 你对这份工作有什么看法 经过了三个月的工作 你内心的经历是怎样的 其实这里的感受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指的是一个人内心的经历 内心的感觉 比如你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 你快乐吗 还是觉得压力很大 第二层意思 指的是某个人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评价 还有结论 比如我的感受是这份工作太难做了 不适合我 又或者你是一名学生 你刚刚完成了在国外的学习 当你返回到自己的母校后 老师希望你和大家和同学们分享一下你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和感受 你会发现 经历和感受这两个词常常会放在一起 通常是当某个人做了一件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比较新奇的事情 或者比较少见的事情 大家希望听一听你的经历和感受 经历这个词强调的是 在整个过程中你经历了哪些事件 但是感受这个词强调的是一个人内心的经历 你内心的感觉 以及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态度 假设你刚刚完成了在中国的留学生活 回到自己的国家后 老师问 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在中国的学习经历和感受 经历有哪些呢 比如你去了北京 去了上海 还去了很多中国的小城市 小山村 这是你的经历 你的感受是 你发现刚到中国的时候 有很多事情都不适应 比如你不适应那里的气候 你不适应那里的饮食 也很难适应当地人的语言 因为他们说话的时候都有口音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渐渐地开始适应当地的气候 当地的饮食 以及当地的人说话的方式 行为的方式 等到你终于该回家了 你却发现和大家道别成了一件让人有些伤感的事情 也许在你刚刚到达中国的时候 你当时有些后悔 为什么做出了这么鲁莽的决定 太冲动了 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到一个如此陌生的国家 离自己的家乡这么远 离自己的家人这么远 可是呢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生活和学习 中国成了你生活 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从一开始不喜欢 到渐渐地喜欢 从一开始不适应 到渐渐地开始适应 甚至有些留恋的时候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你内心的经历 你的感受 再比如 当记者采访明星或者名人的时候 他们也经常用到感受这个词 比如一位记者采访一位体育明星 他问 可不可以谈一谈 参加完此次比赛后你的感受 记者用的是 可不可以谈一谈 其实也可以说 说一说 谈一谈 这个词听上去更加的正式 因为这是一个公开的正式的访谈 可不可以谈一谈 参加完此次比赛后 此次其实就是指 这次 这次比赛后你的感受 如果我们采访的是电影明星呢 可不可以谈一谈 完成这次电影拍摄后你的感受 除了在访谈这个情景中 我们经常听到感受这个词以外 其实当我们和朋友 家人发生矛盾的时候 我们也经常用感受这个词 假设我养了一只小狗 最近这几天我要出差 没有办法照顾它 所以呢 我把这只小狗放到了我妈妈家 我让它帮我照顾 可是等我出差回来 它却告诉我 它把这只小狗送人了 这时我肯定特别生气 我会说 你根本就没想过我的感受 你根本 根本就是完全怎么样 你根本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你有想过我会伤心吗 我会难过吗 我会生气吗 也许我还会说 你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感受 不在乎 表示 它明明知道我伤心 可是它不在乎 它觉得不重要 也有可能是它不理解我的感受 它不明白我干嘛这么生气 我为什么这么生气 不过是一只狗而已 用不着这么生气吧 当然 我刚才给大家的例子不是真的 在很多问题上 我妈妈其实是理解我的感受的 她也非常的尊重我的感受 非常在乎我的感受 那么当感受这个词做名词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感受的前面 加上很多动词 比如考虑别人的感受 当我们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如果这个决定会影响到其他人 又或者对别人造成伤害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当我们和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感受 有的人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有很多想法 内心有很多很强烈的东西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 那么你可以完成以下四步 第一步是学会觉察自己的感受 觉就是感觉 察其实指的是发现 你要对自己的感受非常敏锐 能够及时觉察自己的感受 第二 我们要学会分析自己的感受 感受往往来的非常迅猛 突然之间我们就有很多强烈的感受 而且很复杂 不是一种感受 而是很多感受在一起 这时候我们要学会分析自己的感受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的内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要学会分析自己的感受 第三步是学会表达自己的感受 用什么方式来描述这种感觉呢 这种感受 用什么词语来定义这样的感受呢 用什么表达方式 让别人能够理解我们的感受呢 最后一个 第四个 那就是学会和自己的感受相处 每个人对每件事情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你是这么想的 我是这么想的 很多时候没有谁对谁错 只是我们不同而已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期望 其他人能够理解 能够完全接纳我们的感受 所以在更多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和自己相处 和自己的感受相处 刚才我们学习的是 感受这个词做名词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看感受这个词 做动词的时候 应该怎么用呢 比如马上春天就要来了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 树叶变绿了 草地变绿了 花也开了 这时你能感受到什么 我们可以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春天的气息 其实是一个比较文学性的表达 就是指春天的这种景象 当感受做动词的时候 我们不能只用感受这两个字 而应该说 我感受到什么 我可以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我可以感受到孩子 发自内心的单纯的快乐 再比如 当我看完你的留言 我可以感受到你对中文的热爱 我也可以感受到 你学习中文的热情 以及执着 执着的意思就是表示 当你坚信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不放弃 一直做下去 我可以感受到 你学习中文的热情 还有执着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明天见 感谢观看